這次我們都曾經去過實地去做一些拍攝 你都會感覺到這個地方 跟一宗那麼殘酷的命案 好像真的很格格不入 就是很漂亮的 其實不單止在外面 裡面也很好 其實裡面的單位是很大的 都起碼四百多呎一個單位 而且不是沒有人流的 有人是不斷出出入入 怎麼可能會有一宗那麼恐怖的命案 可以在這個地方發生 當時就算揭發這件事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整個二百個單位 合起來二百多個單位 你想想你要做這件事 真的撞到人的機會是極度大 所以現在首先要將大家的回憶 捲回到2016年3月的日子 阿Sir 我想報案 我未婚夫失蹤了兩天 我擔心他有事 我們是不定我的人 2016年3月初 一個姓國的女孩 和未婚夫張萬利 剛在台灣拍完婚紗相 還買了樓 但未婚夫忽然人間蒸發 到了3月尾 另一名報案人 只收到一個朋友的信息 朋友說 她殺了人 還逃亡到台灣 警方根据资料 潮罗泉湾枯瑶国阶6号DAN6 9楼一个单位进行调查 一推门的时候 已经闻到一种恶臭的气味 还有空气清新剂的地图 所以你闻下去很奇怪 话说当时警方进来 发现这里有很大的冷气 而且这里楼底这么高 你一定要把冷气开到很大 才能保持整个温度这么冷 肯定 又这么冷又这么臭 已经觉得有点不妥 最深含是看到大厅中间 竟然有一个木箱 其实这个案件 揭发这一刻其实是由一个报案开始的 就是有一个报案人 一个26岁的女子 其实她就是这个死者 张曼莉的一个妻子 未婚妻 其实她就在张曼莉不见了 失了钟两天之后 她就去了香港警方那里报案 但是很有趣的 其后是因为涉及她都认识一些涉案人 所以她之后都被调查 甚至有曾经想控告她的串茂谋杀 其实也挺多人害怕的 迪长 你知道很多报案者会被人怀疑 警方接案之后会有很多想法 你报案的人其实都会略略调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涉案 因为有不少人想着 我去到报案你都不会怀疑我 是吗 是吗 当然她会不会有些事隐瞒呢 当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去到3月29日 去到月底的时候 距离失踪者失踪的日子 都差不多3个星期 20几天了 是的20几天 有一个人报案 有个朋友告诉我 他杀了人 穿草去台湾 他跟我说的地址 就是荃湾灰瑶角 跟Dansix的9楼某个单位 当然了 除了接到这些案件 其实他说而已 上本调查了 都要调查了 因为这个报案也很严重 所以都要立即 会立即做的 因为牵涉到他们死了 是 现在说的是谋杀案 会不会派着两个警察去看看 看当时 如果你在街上巡警报案 他就会带他上去 如果你在报案室报案 他会安排CID上去做一个调查 尤其CID在现场可以保留这些证据 是 刚才我们也有提过 当进去的单位发觉 原来超臭 超臭在门口已经臭了 警方去到的时候 你想想一推门的时候 那种味道就是 正如我们的片段 我想很恐怖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天去现场的时候 其实他一幢大厦里面有很多层 十一伙 二十层 每一条走廊根本是很多单位 十几个 是 很密的 其实有这么臭的话 要打开门才闻到的话 又会没有人投诉的 即是二十几天 听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其实警方去到门口 已经闻到恶臭 接着一打开 就看到里面就是我们最后刚才所说的 看到一个木箱 而木箱里面其实已经灌满了石屎 也是硬化了 有一张棉皮盖住的一具蓝丝 就占了在底下 接着发现 其实原来消防来到 因为看到有一个石屎在那里 就要消防来到协助 去铁开这一个这样的石屎 就发现里面有一具 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在那里 我们以前经常都说 铁开这些是很高难度的 是 要消防有工具才能铁开 因为随时整个静物就破坏了 是的 要很小心 还有腐烂了应该是会掉了 黏住各样 我猜过幻想 我没有见过 我们以前说的一宗 是消防去到都不敢搞 即是你真的要找一些大型的机器 你真的作不了 如果你作烂了 就真的很大件事 因为里面都牵涉一个尸体 当时当然是古 他们要尽量保留证据在那里 是的 不过说真的 阿sir 如果你去到现场 你闻到这些味道 你都说丝臭味是一种独特的味道 是很独特的气味 很浓烈的 而且会不会一闻下去都知道 已经不少日子了 会特别臭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闻到很臭的 起码都超过三天了 是 看你那个空气环境的质素有多少 保护到的就没那么臭了 那当时就开着好行的冷气 还有空气清新剂 不停噴 如果他不开 我想一早有人报案 那臭味 可以直接飘到很远很远很远的 二十几天 二十五天 就是由他未婚妻失踪的时候 去第一个保安到现在这个3月29号上去的时候 是25天 那跟着其实刺开了看到腐烂了的尸体 然后经过一些家属认到他的衣物 其实衣物已经是黏住了 我想已经很难辨认了 但大致上都看到是穿着黑色的西装 是 证实了其实就是那个尸体 就是死者一日二十八岁的张曼妮 是 看图大家会看到 他就好像一个BB那样卷曲着的状态 而他的四肢在手腕这些位置 有些已经是割开了 断开了 身上有很多刀伤 亦都是严重的腐烂 因为二十几天真的严重腐烂 我听过你们以前有些说 三天都已经 如果是有阳光的底下 三天已经很臭了 甚至乎他们的衣物可能是黏在身上 为了先胀后缩 是的 亦都发医就看回 他的尸体只有剩下三十六公斤 大概是八十磅左右 如果是三十六公斤 原因很简单 人体最佔得多的是水分 那些血液跟着水分流失 即是已经可能 亦都死了很久 也订夺到那个死亡时间 甚至乎 也未必那么容易 因为有很多因素影响 但是死因 亦都 今次是比较难去定夺 因为死了二十几天的尸体 是很难找到死因的 是 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可能死于窒息 是 第二就是吸入过量的哥罗芳 第三就是因为太多刀伤而死 如果刀伤来计算是 是的 哥罗芳因为看到他的肝脏 这个毒性也是 是 试验到有哥罗芳的这一样东西 但是确认不到这个哥罗芳的含量是否足以致命 是的 因为是不是都不是那么容易去判断 真的难的 这个就比较难 因为其实有几方面 就是他又有刀伤 然后又有那种哥罗芳 其实不能够定夺是哪一个 最致命的原因 是哪一个是最致命的原因 还有他吸入哥罗芳吸得多快 速度多快 是否因为这样而死 或者他哪样东西先 那其实根本是没办法判断到 就算是很知心的发验员 他们都没办法 因为这些一定要很严谨的 你不能说猜 他们拿个毒理发验 可以知道里面有多少含量 那也当时发现死者 头上是被两个黑色的胶袋 是套住了 还有有一条绳子就绑着 敲住 咦我们上次说的 记不记得了? 五桂山 五桂山 死者 记不记得了?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都是被麻布袋 是把麻布袋袋袋袋袋袋 就是阿迪sir 你觉得为什么呢? 这些人都知道 找到出来就知道是他 为什么要戴着他的头 你犯罪者的心态 就是希望他不会认得自己 遮住他们的眼睛 就是在他死之前 其实你是看着他 去慢慢冒气 他觉得他会看着他 所以真的很多人害怕了 那看回死者的背景 其实他资料显示 张曼妮就全职炒股了 其实他28岁而已 但如果全职炒股 28岁也挺好的 也有很多这些例子的 不过真的 找到钱的 还要是找到钱的 少年股神 是的 有情有义的说他 经常都跟朋友吃饭 请朋友吃饭 还有一个称号的 叫波士 就是你想他也是 真的找到钱 就是可以才做 负责买单 是的 真的负责买单 他有个未婚妻 刚才所说是未婚妻去报案的 最近还要在事发附近 就是事发之前 好像前一天 就是签订了一些 临时买卖的合约买楼 是的 其实他们两个 就一起住在健康村 不觉 是在港岛的 但他们买楼在长沙环 买了一层楼 500多万 但未买的 应该怎么说呢 签了 签了一层楼 就是要给低一点点 应该给定 但都要等于买的 不然你无端端撤定 没错 大家可能都看过 他生前曾经拍过一条片 就是他帮朋友的 不知道宣传 里面都讲到 自己的对白 自己写的 就是怎样跟亲人 去说我爱你呢 他就有个示范 喂 老爸 没有 刚刚跟朋友吃完饭 没有 想起来 是不是打个电话给你 没有 差不多回去了 那里来说 都有一句话想跟你说回 都很多谢你这么多年 对我的教育 爸爸 我爱你 不讲这么多了 好 是这样吧 拜拜 估不到这段片 就是他生前 最后留下的一些身影 其实说回 他的未婚妻 在当日 他失踪当日 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发现他已经穿着 吐黑色西装 说他准备去见工 是 他说有两份工会见的 谁不知呢 一出了门口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了 所以这件事就非常之原意 是 去到4月10日的时候 这件事又有一些新突破了 是 即是这个都只是尸体发现 都未知道发生什么事 其实都不知道 不肯定 究竟为什么会被人杀 之后 其实就是刚才花姐所说 4月10日的突破性的发展 就是有一个女儿 小草 何凌鱼 小草 主动去到台北市的政府 警察局报案 是 他第二天就被台湾 拘捕了其余三名的疑犯 是 然后就在 因为 知不知道怎么说 香港两边 没有印度条例 是的 没有印度条例 所以之后这件事 怎样可以回到香港呢 是的 陈同佳事件 大家都知道 当初的复杂性 其实这件事 当时也找了一些国际刑警去协助 也都台湾全面 都是大家合作的 就说 我将这几个人当第二届出境 那你们找警察来了 就陪着他们上飞机了 然后呢 下去香港 出了机场之后 你们搞定它了 嗯 就是进入了香港的范围 就是香港做回 香港做回 那迪sir 其实他们能够做到这个动作 都起码有很多证据拿在手 嗯 应该是 如果这样 就是能够我们 案发了之后 派人过去接收这些犯人 是都有一定的证据的了 是 那这些案都是比较少的 牵涉到 就是两地 什么 内地多 内地多 我见他有一个做法 他们就是说 当那架飞机去到香港 是的 香港领空 他才宣布说 现在将你们几个拘捕 是啊 都是要这样的程序 都是这样做的 明白 是啊 因为你是香港人 你去到台湾的领空里面 你没有执法权 你不能够採取这个拘捕行动 那当时这件事 就令到大家都 哇很震惊 为什么会有几个 九十后 都是九十后 二十几岁 应该都是 九十后 我到九十后到尾 没得到九十后 你在他们的人堆里面 你是最老的 是最老的 现在很多案件 很多案件都是 这个也是 上次说五桂山的 全部都二十几岁 是的 的领空都是很年轻 当然背后很多 社会原因也好 或者个人质素原因 但是都令人很唏嘘 看到几个被告 大家会开始认识这几个人 就是说这件案子之后 曾祥恩就是首被告 27岁 还有发名叫阿T 阿T 这个英文字很有趣 姓珍 所以阿T 应该也是 这个次被告叫刘石豪 发名叫阿豪 是二十一岁的 三个被告叫张善行 为什么叫阿K 这个真的不像 三个字里面都没关系 有些简称的 你们的朋友中间是否很喜欢 A和B 没有的 真的很喜欢英文 好奇 所以我觉得这些案件 总会有点奇怪 上次也是 那些英文名字 又难读Bernard 这些又是英文字 就是不明白 九十后你都跟他们脱了 脱的 真的是脱的 小草其实只有19岁 另外特赦证人 就是小草 后来就被人定了去的位置 就是这个角色 就是特赦证人 那死者阿J 张曼你不知道是阿J 那当时有一个犯案事实 出了来的 简单说一下 就说2016年3月4日的凌晨时分 这三个被告曾经 一起去到官堂的海滨长廊 就研究怎样去对付阿J 是 研究怎样去对付阿J 没说杀了 是 就好像大家都认同是迷魂他 但其实海滨长廊 我都比较近那边工作 很漂亮 无论是夜晚还是下午 都很多人 很多人 而且很漂亮 拍拖的很多人 是潜心的 没错 放狗的 是的 变成这样的环境 其实这些讨论是认真 还是纯粹是吹嘘呢 真的 据说他们不是想在那里讨论 而是想在那里动手 是 就是说将这个 就是做一个地形的视察 看是怎样做法 是的 可能就是去那里商量怎样做法 直接是想做的 然后当天的凌晨4点多 他们就回到DanceX的单位 CCTV就拍到他们全部回去 然后次被告曾经真的睡着了觉 他因为鼻敏感 吃了一些药 然后首被告和三被告一起离开 早上再走 早上是 早上是 还被CCTV拍到 这里我觉得很可怕 你想想他们半夜回到家 早上一早就扑了出去 做什么呢 就看到首被告 拿着一条绳子 还有一个胶袋 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很恐怖的事情 但后来就觉得恐怖 三被告就拿着胶瓶 其实拍到你这些事情 就是当时好像没有想过 要有人拍我 或者怎样做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就看一看 你拿成索也有点奇怪的 你出门口 特意买回来 或者不知道会收回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嫌疑 去到中午12点50分左右 这两个人出了去 就会合了死者 就带了他们回到DanceX的单位 过了没多久 死者就在他们单位里面死了 甚至乎几天之后 就被人用石屎封尸 其实很荒谬的 从来都是说 譬如用泥笼袋 如果你在单位里面杀了人 要是泥笼袋 要是做什么呢 垃圾胶袋 搬走 斩碎 我从来都没听过 用石屎去 打算把一个人这样去 增加了个复杂性 是的 我觉得他们都是为了 没有味道 或者一些清洁的问题 而这样做 他们以为是这样可以 其实过程里面 工序就出现了问题 更加复杂了 人家的石屎尸 要打到很实力 找机器打的 那就可以封死了 你有气 一干了收缩 就有洞 在2016年 全网Dance City 发生的石棺藏丝行 就是以上以上的恐怖 当年在单位里面 就有三个男孩 10年后 竟然想到 用一个石棺藏丝 我觉得他们的创意 真的很澎湃 可惜又在做坏事的地方 真的浪败了 没错 而且来到现场才知道 他们的单位 正正是对着电梯 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 但他们不是用这一部电梯 而是前面这一部 这一部电梯 即是多了很多步 是的 因为前面都已经 其实为什么要 写意取难 要用一部远一点的电梯 有点奇怪 可以问一问一个主意 它会解答我们 其实这部电梯 因为一向没有收电梯 就是没有这个电梯 电梯的内容 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他们可能 看东西大 气味 冠美公司 通常都要求 这些东西 用货电梯 正面那两部 其实是黑电梯 因为他们当时 计划了电梯的尺寸和重量 打算推一个石棍进来 谁不知其他一着 超重 你说那一刻 不怕到奶尿真是假 即是他们一定要 马上推进来 还要手臂高 一度推进来的时候 一度在地上抹血水 你说多么恐怖 不怕到牛肌 《贴用霓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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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